假期次年没有涨价的电费也确定要进行调涨 经济部演绎今年将分两阶段来调涨 调涨幅是介于25%到30%之间 而名声用电至少预计要涨四脚以上 因燃煤和天然气等进口的燃料价格节节高先 台电预计在5月初要进行第一波的调涨 每度的名声电价会先涨两脚来到每度三块钱左右 那么10月1号的夏季电价结束之后 不再降回非夏季电价 每度电价要再涨两脚来到了每度电价要3.2块钱的情况